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刚刚去买到两颗巴勒 这个巴勒就是草子的红宝石巴勒 也是台湾的品种 我们看 像这样的每一个是五万越南吨 五万越南吨的 江每一颗是五万越南吨 我今天早上去拍给大家看 那个育苗的那果园的地方 卖回来的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新品种 这种的话在南部就是比较多了 可是我们这里是比较少 一般我们的巴勒现在都是 像我们的这种巴勒 大概一万二一个 可是这边归了几杯 今天会进行 把这几颗鲸鲸鱼移植在此地 我们看这边呢 我已经挖个洞了 目前的话这些小小的我都不会先施肥了 我先种 种完之后我才开始施肥的 稍等一下我拿一把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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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种子的距离呢 我的巴勒大概到1米5到2米的直径 因为这些巴勒呢 长大之后我又修枝 然后它会矮化 然后它的形状不会影响到旁边 OK 看这边2米 好 有的时候是1米5 像这个地方是1米5 这个的话我先 把这个袋子打开 它们是这样做固定 因为它摇荒的时候 就会弄坏掉 因为我们看这边是人家家接的 好 OK 我们看 这样长根 这边是浩街的 浩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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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根 现在我种下去的时候 它就长大很快 我们看这里 好多根已经包围了 这个地方 他们这里都是用椰子核的 我们这个地方先这样摆着 等它相当OK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撕开 这样子 再过一段时间 我会把这个 拟笼带拆开 然后这个伤疤可以完整的发展 如果我们这样一直抓 这个 在这个伤疤会突出来 突出来的时候 很丑 然后会容易坏掉 这样子 这些的伤疤我准备进行修吃了 我看这边的五花果都躺下来了 OK 然后这边还有空间 我要挤在这个地方来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固定的小袋子 要拿掉 这样子 这样 这颗的话,我会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里面 人家是怎么做 在靠街 OK 我们看 这是靠街 这样子 这边已经密合起来了 我先固定起来 我种的时候,我就放比较低一点,因为这些它的根长没有多,然后如果我们种的太高的时候,要风雨的时候,比如台风或者人家有风,所以容易倒掉,所以我就放深一点 另外的,这边 另外的,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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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时候 所以希望的朋友请给我留转留下评论和登记我的频道哦 再见哦 我会继续种哦